哈囉 大家早安 我是麥玉潔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這集 上午6點鐘的中天城堡 這集新聞還是先邀請各位 待在我們2小時直播平台 就是我們的主頻道 中天電視的YT頻道 一塊來收看 聊天室裡頭 我先來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我有看到可愛哈士奇 還有看到林凡 圖宗佑 另外看到Kelvin Singh 飄過中天閻西粉筆 廖永志跟我說早安 還有看到蘿蔔頭來報到 另外有路過中天的謝安 達斯維達 邱啟奇 還有張強 非常感謝大家一大早的加入 還有一大早的支持了 這集新聞一開始 我們首先還是要來關心的是 新冠肺炎的確診個案持續走高 好 要告訴您的是 中國時報的報導 大家今天可得要準備好了 手刀準備好 因為現在快篩世紀一技難求 總統蔡英文說了重話 要求增加商業通路之後 經濟部在昨天宣布 從今天開始 在北北基陶的統一超商 全家 萊爾富還有OK 總共有四大超商 再加上區城市康世美全聯 美聯社八大通路 將近7000個據點 直接會販售快篩試劑 不用出示健保卡就能夠購買 但是每個人現買一劑 價格不會超過180元 另外現在每天的確診個案 都持續來到高水位 昨天的確診個案本土案例 四萬四千兩百九十四例 比前一天減少 但是指揮中心認為 這可能只是假日效應 好 不過值得警惕的是 在這個118例的中重症個案當中 還有12例的本土病例死亡個案 雙雙創下了本波疫情的新高紀錄 公衛界的學者現在建議 政府應該要加速長者施打疫苗 居家照顧者獲得抗病毒的藥物的流程 也應該要更加簡化 避免中重症人數持續上升 另外 旺報的頭版頭消息 則是聚焦在香港的特首選舉 在8號登場 唯一的一位候選人李家超 最後是以1416票的支持 好 99.2%的支持率 當選了香港第六屆的特首 當選之後 他也發表了感言 他表示說會立刻展開組織治港班子 並且強調 應對來自於內外的威脅還有破壞 將會維護國家安全還有發展利益 承諾日後落實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針 至於陸委會方面呼籲 新一屆的香港特首 應該要多多傾聽還有回應民意 尊重港人 追求民主的權利 停止傷害香港自由人權 好 還要來關心的是 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苗峰牆 他上任 即將滿一個月了 工總要提出的是年度白皮書 根據了解 在白皮書當中 將會力促兩岸恢復對話交流 被列為重點的內容 工總方面說 其實兩岸關係停滯太久了 擔心雙方缺乏應該有的理解 還有對話 建議就算疫情非常的嚴峻 但是兩岸還是應該先以視訊的方式 恢復交流 這份白皮書預計在六七月的時候 然後就會出爐 另外還要來關心的是 藉陸軍M109A6自走炮 還有海軍的採購反潛機 這兩項的軍售案 遭到美國政府打了回票之後 根據軍方的消息來源透露 現在空軍有意要向美國 採購六架的E2D空中預警機 不過對於這個部分 美方的態度是保留的 極有可能會拒售 事實上 除了美方有意見 軍方內部也是見仁見智 當然呢 根據透露 國防部長邱國震 對於採購E2D 因為考量到價格太貴了 也是持保留態度 望此成龍是每個家長的心願 媽媽對你要求不高 班級前二 年級前五 數學英語什麼的以上 就是兩三個小時 是不是太不人道了 男生幹什麼事不回答 有個人45分鐘全被你浪費了 不能再接受我孩子與別人差了 你這個笨蛋 你這樣你們幹什麼來的 你幹嘛你不愛我 我們做錯了嗎 小捨得中天娛樂台敬請期待 好 還要來看到的是 在去年拿下了坦克 兩項軍事體育比賽冠軍的 俄羅斯好手巴薩諾夫 沒有想到傳出在戰爭當中 喪命了 遺體在七週之後才被尋獲 根據瞭解呢 其實他能夠以時速80公里的 射擊速度精準的命中目標 一舉在賽事當中 擊敗來自於上百個國家團隊 最後贏得金牌 好 但是沒有想到現在已經確定陣亡了 還要來看到的是 這個俄烏之間的戰士持續開打當中 不過美國第一夫人吉兒 她在8號這一天突然訪問了 烏克蘭西部靠近斯洛伐克的邊界處 和烏克蘭的第一夫人歐聯納會面 希望能夠當面來表達 美國對於烏克蘭的支持 這一回吉兒她秘密坐車 到烏克蘭的烏日霍羅德鎮 和歐羅納見面 其實這個地方距離斯洛伐克的邊界 車程只要10分鐘 好 這一次吉兒拜登呢 是在羅馬尼亞第一夫人的陪同之下 和這些烏克蘭的媽媽還有孩童們會面聊天 聽到有烏克蘭的難民媽媽 形容逃離戰火時的驚險還有辛苦 吉兒也說她非常的動容 同時也直接展現對於烏克蘭的支持 好 另外是烏克蘭總統 責倫斯基他日前表示了已經邀請德國總理肖茲 在5月9號二戰結束紀念日這一天 到基福訪問 不過肖茲卻回應會由外交部長前往 這是代表德國難道力挺烏克蘭的關係生變了嗎 我們帶你來聽一下 前駐紐西蘭大使借聞其他的分析 德國主要是他的整個社會 這個疫情有變化 也就是說幾乎大概有差不多一半 事實上對哲倫斯基跟他的派駐在 德國的烏克蘭的大使 那麼對德國這樣子不禮貌的表現 事實上是相當的反感 事實上德國的烏克蘭駐德國的大使 多次直接嗆 不是嗆德國的總統 就是嗆德國的總理 還說他是一個什麼肝腸還是什麼 一個德國 豬腸 豬腸 所以這個基本上其實都逾越了 國與國之間 不管任何情況 不能這樣惡言相向的情況 當然 澤倫斯基 可能他對於德國 本來就有點意見 尤其他希望 可能原來對德國的期望比較高 那麼尤其在武器方面 德國的反應不如他預言 那麼就已經引起他相當不滿 在俠齊 現在這麼高的人氣 我講的是國際上的人氣 當然有點得意忘心 對於德國粗言不遜 而且直接做人身攻擊 人家本來總統要來 居然你說不要來 我要消之來 這種在國際上的話 其實你即使是所謂的超級強權 你也沒有這樣做的條件 而且現在是 澤倫斯基跟烏克蘭 是需要其他國家的援助 你既然需要別人的援助 你就不能用這種威脅 甚至謾罵的口吻 所以這種有乎常態 反乎常態的這種 澤倫斯基跟他政府 跟他的外交 跟他的駐德國大使 這些一連串的這些舉動 已經激怒了今天德國的社會 如果即使消之他想 就不當一回事 可是問題他作為德國的領袖 把德國的尊嚴 他必須要反映出 德國的老百姓 社會 目前對澤倫斯基跟烏克蘭政府 對一種不滿的一種情緒 而且德國現在基本上國內 事實上不管是產業界也好 一般老百姓 都對德國經濟的未來 有非常非常大的憂慮 而且很多老百姓 現在面臨高漲的物價 還有這種水電 這種基本生活 這種開銷的 無止盡的往上漲 非常非常恐怖的漲漲 這種漲幅都充滿憂慮 那麼德國作為歐洲的 第一經濟強國 第一大經濟強國 在這種情況下 他的政府拿不出一個 強有力的一個解決辦法 或者一個堅決的立場 完全不但對美國帶著鼻子拖 牽著鼻子走 現在連烏克蘭都對德國 怎麼樣疑神棄子 不把德國放在眼裡 我想基本上我想也是促使德國 現在消枝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態度越來越明確 越來越強硬 那麼越來越把德國本身的利益 放在前面 他本來要送 好 至於在本土疫情的部分 現在也燒到了政治圈 我們來看到越來越多的政治人物 也都確診了 這回是民進黨立委李昆澤 8號的時候深夜說 昨天因為有感覺到 親吻的不舒服 下午進行了快篩 結果呈現陽性反應 晚上已經就近到了 高雄市政府的車癌素 進行PCR的檢查 目前還在等待通知結果 但是他也說 在PCR結果出爐之前 會先用確診的標準 自我約束再加隔離 還有來關心的是 現在疫情持續的邁向高峰 指揮中心在8號這一天宣布了 本土新增44294例的本土個案 再新增118例的中重症個案 其中有12例死亡 當然這兩個數字 雙雙創下了這波疫情的新高 指揮官陳時中坦言了 確診數字比前一天略為下降5% 但是他認為這只是周末效應而已 當然現在為了降低高齡染疫者 變成中重症的風險 指揮中心也公布了 住宿型的長照機構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 不必等到5月12號 現在即日起快篩陽性 就算確診了 至於在5月底之前 65歲以上的長者 你只要施打任何一劑的新冠肺炎疫苗 都能夠領到500元的獎勵金 本土疫情持續邁向高峰 指揮中心8號宣布 本土新增44294例 境外移入67例 少了2000多名 大概少了5% 相信這是因為在禮拜六的一個效應 所以稍微就平穩 染疫的中重症個案卻持續增加 新增了118例中重症個案 其中有12例死亡 兩個數字都創下這波疫情新高 而死亡的12個人當中 有一半的人都沒有打過任何一劑疫苗 在重症個案當中 有一名30多歲女性相對年輕 也是一劑疫苗都沒有打 目前在加護病房中 使用瑞德西圍進行搶救 中正有一名1歲多的小男童 年紀非常小 本身有神經系統慢性疾病 已經有肺炎的情況 就怕長者死亡率再提高 指揮中心搶時間 針對住宿型長照機構 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 即日起快篩陽性就算確診 可以評估開立口服藥治療 指揮中心統計4月中到現在 每日通報採檢量大約5到6萬件 陽性率從4月16號的2.33% 到5月5號升到45%左右 國內專家認為 實際的確診數嚴重被低估 目前病例數無法反映實際的確診數 要小心未來第二波死亡浪潮 即將來襲 英國的媒體也報導 台灣從每天數百道猛增數萬件 恐怕在今年夏天會造成前所未有的死亡率 台灣還是會有一些高齡社會 所帶來的必然的衝擊 在等時間來印證說 會不會有其他因素 在降低這些死亡率的預測 我們也會參考它相關的 預測的一個理論的根據 盡量把疫情能夠控制好來 指揮中心祭出5月31號之前 65歲以上的長者 只要有打新冠疫苗 就可以領500元的獎勵 口服藥也增加配置點 簡化領藥流程 都是希望降低死亡及重症率 記者葉維林王一眾 台北報導 好 還要來看到在東台灣 台東的馬屆醫院 有病房的家屬懷疑 住院的孩子被院內感染 台東馬屆醫院在週日晚間澄清了 已經對住院的病人健康管理 病房也積極監控 目前疫情不容易釐清感染源 大家都在配合防疫工作 現在已經嚴禁探病了 另外本週的疫情預估 將會進入高峰期 為了因應大量的病患收治 指揮中心日前宣布了 要求北北基塔500床以上的醫院 必須要專責病房 加開到30% 指揮官陳時中在昨天強調 現在是依照病情來做分級分流 和去年的概念大不相同 希望各界都能夠配合 好 至於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說了 不要幻想能夠用單一的方法 是解決複雜的問題 他主張抗病毒藥物 應該要從寬使用 如果快篩陽性就必須要給藥 台湾公務史上頭一遭 迎接即將來臨的大海嘯 衛福部下立 疫情熱區北北基塔 500床以上醫院 需開設三層專責病房 新竹 苗栗 台中 則開設兩層 其他縣市原隔定專責病床全數開放 各大醫院醫療營運降載 三天內要完成專責病房設置 燈掉30%的你知道 整個醫院剩下的戰鬥力 一定不到100 未來一個月你知道 我看只能除了急診刀以外你知道 其他的刀全部要停掉 不然那醫院沒罵量 可以延遲的刀可以延遲 那急診或急診或危急的刀 這都不能去擠壓這個量能 以台北為例 10%約1000床 30%等於要加開到3000床 為了迎戰衛福部預期的 最後一站醫療量能逐步降載 專家卻擔心 恐怕會排擠急重症需求 不要是因為 只是因為COVID 就是因為COVID所以把病人排擠掉 都是一樣重要的病 那根據病情來分級分流 解決一個複雜的問題 不要幻想說單一問題解決 要很多的方法同時上 所以多管齊下你知道 隔離病房不是那麼容易 PPE還有帶防召 防毒面具一樣各方面 兩倍的人力在備用 所以實際上等於六成的人 都受到影響 拿個三分之一的人 延長之後會受害了 這三分之一的人 又增加了我們的致病跟死亡率 所以實際上得不賞識 疫情大海效獄警 中央地方全面備戰 保全醫療量能 全面童心繃緊神經 剪家會王志文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好聊天室裡頭 我有看到圍奇 他說現在已經好多人 跑去買新冠一號中藥了 沒有錯 另外孤魂野鬼也說 現在政府才著急鼓勵打疫苗 還真的是超前部署呢 不過還要告訴大家八大通路 北北基陶從今天開始 就會開賣快篩試劑 不過一劑是180塊錢 每個人限購一劑 剛剛我有看到網友 MNTB303說還是好貴 全民狂搶快篩試劑 週日還不到七點 要舉門口以及一些大牌長龍 快篩試劑功不應求 現在各大通路也紛紛上架 快篩試劑 尤其疫情重災區的北北基陶 四大超商九號早上十點開始 美間店將上架五十劑 雅培家用快篩 美人限購一劑約180元 此外屈城市康市美 全聯和美聯社等 北北基陶的八大通路 也都將開賣 買屋快篩 民怨沸騰 黃珊珊怒嗆政府 要與病毒共存 但不給人民快篩武器 等於棄手甚至是投降 呼籲政府開放讓大家採購 經濟部立刻跳出來說 政府沒有禁止快篩進口 夠了或是怎麼樣買慢 這我也聽不太懂 也不會比其他的縣市少 比平均值要高很多 他們的填報需要十二萬五千 那我們準備配送七十三萬五百給他 其實這都不會不夠 講得天花亂墜 手術病人死掉有什麼用 講一大堆理由 老百姓買不到 快篩就是買不到 這個才是重點 快篩之亂連綠營自家人 林佑昌也開轟 說快篩實名制一定得改 否則會有更多米韵 人群呼籲政府開放讓國外親友能夠氣快篩回台 解決燃眉之急 畢竟快篩數量不夠 人事最根本問題 記者綜合報導 國道三號南下嘉義縣大陵路 斷在昨天晚間七點多中 發生了離奇車禍 有名外籍移工 他騎著電動車誤闖國道 遇到警方攔茶 竟然是迴轉逆向往北 但是警方找到人的時候 他已經被一輛自小客車給撞上了 現在疑似是因為很心急 因此汽車最後遭撞身亡 同樣也是一起意外事故 是發生在屏東縣的竹田鄉 有一起死亡車禍 有一輛休旅車行進大城 還有大明路口的時候 先是和一輛機車 發生了交叉碰撞 接著又逆向 再撞到另外一名機車女騎士 最後造成這輛名女騎士 分別是一死一傷 機車連人帶車 衝撞到路旁的花盆 肇事的休旅車 則是衝到逆向車道 再撞擊另一輛機車 衝向這間鐵皮倉庫才停下來 休旅車的車頭也被撞爛 就在那邊拉在那邊 車就糟糕到那邊 這起車禍發生在屏東竹田鄉 上午夜姓男子駕駛休旅車 行進大城路跟大明路口的時候 不知道什麼原因 連續追撞了兩部機車 導致三個人受傷 要兩倍拖行的機車 68歲女性騎士 宋醫搶救不治 發生交叉碰撞後 該部自小車再往大城路南下車道 逆向死去 在插上另一名騎乘撞擊車 正姓名子 三名駕駛接送命救治 三方酒車子已回撞醫院抽血 連車中 路邊路單的基礎 被強大的撞擊力撞凹 母親節這一天發生嚴重車禍 兩旁的住駕都被嚇到 警方將抽血檢驗酒精濃度 以釐清是否酒駕 並追查肇事原因 記者屏東綜合報導 在高雄就傳出防疫旅館 有女員工 她就是用酒精 用漂白水在清掃 結果在室內 環境待得太久了 結果開始暈眩身體不舒服 所以到底該怎麼辦呢 有沒有類似一樣 對病毒有用的產品 但是使用起來 人體是安全的 有 就像我現在前面的這一個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是所用物化的方式 重點是它是不傷身的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就是水神跟病毒作用 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 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保育器 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覺得 光是單瓶不夠的話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乾脆就直接把水神的生成器 買回家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TV 然後我們的跑馬 或是我的名字旁邊 都有折扣 歡迎使用 中天財經頻道 與前同行 通膨時代來臨 荷包不縮水 台股 美股 ETF 基金 外幣 黃金 虛擬貨幣 還有頭險 如何投資理財 創造被動收入 實現財富自由 房市火熱 政府打房一波波 房價越打越高 何時才是買房好時機 請鎖定每週五晚間八點鐘 中天財經頻道 鄭小平和您與前同行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接下來關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了 目前在台北市內湖區的市外即時影像 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此時此刻 這個雲層是滿厚的 要告訴大家 今天也是要多加留意 天氣上的變化 尤其是在北部 還有在這個東部 西部山區很可能會有局部較大雨 是發生的可能性 我們先來看到 今天是5月9號禮拜一了 在今天這個台北市的降雨機率 你可以看到滿高的 有四成左右 衛星雲圖就先告訴大家的是 在今天主要受到 華南雨雨區東移的關係 整體說起來 您可以看到在台灣的附近 大氣水氣雲量還是偏多的 因此各地就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或是雷雨發生的可能性 尤其是在東半部 還有在西部山區 比較容易出現局部較大的 雨是在今天還是外出的時候 必須要帶傘是比較保險的 好 至於我們來看到 在今天其實溫度跟昨天 是滿類似的 夜晚還有清晨各地的低溫 大約是落在22到24度之間 白天的時候高溫 包含了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高溫落在25到28度 中南部地區感受上 還是滿悶熱的 這高溫大約會有28到32度 不過未來這幾天 天氣走勢是如何 我們來看到氣象局 特別用一張圖告訴大家 今天您其實可以看到 受到華南雨雨區冬雨的關係 各地其實短暫震雨 還有雷雨的狀況都是滿明顯的 而且雨區範圍是滿大的 同時在本週 由於受到華南雨雨區 梅雨封面還有東北季風的影響 再加上5月中旬過後 西南季風可能開始建立起來 因此四大雨神幾乎全部到齊了 在本週天氣狀況比較不穩定 一定要多加留意 來看到的是從明後兩天開始 雨區範圍比較縮小 大部分集中在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同時各地的溫度也會變得比較穩定 但是要告訴您的是 這個好天氣只會維持兩三天 因為整體說起來天氣變化 從週四開始會比較明顯 週四到週日封面接近的關係 降雨比較直步 不過從13號禮拜五這一天開始 全台各地的降雨狀況 會漸漸變得很明顯 包含了各地還有外島地區 都是有下雨的可能性 尤其是以中部以北 還有東北部地區 容易會有直步大雨發生的機會 好 接著來看到 週六還有週日這兩天 到時候西半部還有東北部 都會有直步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好 所以說從週四開始 尤其北部低溫 到時候很可能只剩下19度 週四開始一直到週休假日 天氣狀況不穩定 大家務必要多留意了 最後我們來關心今天的天氣小叮嚀 東部還有西部山區 在今天要特別注意大雨發生 好 另外就是在此刻 外島地區的馬祖能見度不好 氣象局已經發布了農務特報 在今天如果有交通往返需求的話 還是要先確認航班資訊 是比較保險的 以上就是這一節氣象資訊 提供給大家 接下來其他的新聞焦點 我們持續來關心的 這是隨著染疫人數的上升 幼童感染的人數 現在也跟著變多 有一名父親在網路發文 他說抱著發燒的孩子 衝到急診室 現場竟然有快20組和他一樣的家庭 而且大家一等就是五六個小時 好 專家說了 其實幼童發燒 如果有三個症狀 不必驗PCR 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確診 到底是哪三項症狀呢 我們帶您一塊來看 疫情不斷擴大 您用孩童沒打疫苗 更容易染疫 有網友在網路發文 六日凌晨 兒子發高燒到39度 快篩陽性 緊急到亞東醫院急診 沒想到凌晨2點 現場至少有15到20組家長 抱著孩子在等待 而且一名幼童病況嚴重 院方建議住院 但要再等五到六個小時 才會有病床 他質問陳時中 這就是您所謂的 醫療量能充足 您晚上睡得好嗎 文章一出引起網友很酸 關照當薪水照領 早就不抱任何期待 對此亞東醫院回應 對於緊急的民眾 不論大人小孩急診 一旦發現都會優先處理 另外兒童急診科醫師 謝宗學教民眾分析 孩童確診時的幾個特點 包括如果高燒家 接觸確診者 家家用快篩陽性 就是100%的PCR陽性 高燒家家用快篩陽性 是接近百分之百的確診者 或是突然熱淨 卵發作的孩子 就要高度懷疑是新冠肺炎 發燒又抽筋的小孩子 那我們要特別注意 小孩子還是 飲食上還是會有脫水的現象 那還是要考慮一下 注意 謝宗學更建議現在的雙北 應該考慮開始限制社交人流 一段時間讓疫情稍微降溫 減少醫療體系的負荷 不過中央抱著與病毒共存的方向 一定就是要持續鬆綁防疫措施 民眾也擔憂恐怕會成為與病毒 共存政策下的犧牲者 記者綜合報導 在新北市有一名20歲 懷孕28週的確診孕婦 經過搶救之後 胎兒和媽媽都不治 因此婦產科醫學會在昨天 根據了每日新增的確診人數 來推估 現在每天大約是有300名的孕婦確診 因此去文衛福部呼籲孕婦 也應該做親中重分流 並且設計一個就醫的綠色通道 希望能夠爭取寶貴的救治時間 不過指揮中心回應 最快本週二就會開會討論 是否要制定新的產孕婦 就醫指引 當然現在疫情持續的升溫 醫院方面面臨很龐大的壓力 台大醫院企業工會表示 他們現在嚴重的時候 需要兩名醫護 照顧100位的病人 雖然指揮中心澄清了 並沒有這樣的問題 不過有醫護人員反映 確診還沒解隔離 就被召回工作崗位 等於是變相被強迫 好 對此指揮中心的說法是 目前醫院還沒有出現這樣的狀況 只有幾個長照機構 有把確診的護理師召回 疫情升溫龍頭 台大醫院內科病房累計 11人染疫還包含醫護 台大醫院企業工會更表示 最嚴重時 集中兩名護理師必須照顧100名病人 醫院以採取降載方式營運 不得不召回正在居家隔離的 同仁投入前線 臨床的狀況是多麼的嚴峻 很多一些單位是人力不夠的狀況 需要這些居家隔離 有一些風險的人會來上班 對此台北市衛生局回應 依規定安置並強調沒有醫護人員 為此以篩代格提早返工 不過立委蔡壁如表示 收到來自台大醫院 和平醫院醫護的求救信 急診室護病比是一比無限大 我們真的累了 我想持續下去會對醫療量能帶來 前所未見的壓力跟挑戰 連書社團中貼出 你們知道醫療人員確診後 可能需要繼續上班嗎 依照指揮中心5月3日公文 若召回密切接觸的醫護後 還是人力不足 經醫療網區指揮官同意 當事人也同意 三種條件成立 這可召回確診醫護返回工作 雖然得經本人同意 但醫護們就問自己真能拒絕嗎 難道護理人員 醫護人員沒有請下的確定 其實真的是心碎 疫情尚未到高峰 醫護持續反應快撐不下去 這樣恐怕要有所作為 避免真的出現醫療崩潰的那一天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另外現在 這個防疫保單理賠爭議 其實8號這一天 產險公會還有涉險公會 集體協商了好幾個小時 不過最後還是沒有定論 只要是針對經管會提出的 數位健康證明 認為可能會有作假 申請理賠的道德風險 有部分業者認為 應該按照保單契約的不同 各個公司可以自行決定 是否同意數位認證 還有紙本診斷 這兩者並行 不過也有業者擔心 數位健康證明的欄位有所欠缺 應該讓各個公司 可以再進一步實質來做查證 同時產險公會聯合聲明也說 目前還在跟相關的業者 密切協商當中 還沒有具體的結論 不過針對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經管會保險局 在昨天已經說了 業者必須要用數位的 新冠病毒健康證明 來取代診斷書 放寬理賠的標準 但是業者其實很不滿 他們現在揚言 就算保險局強推 也不見得會配合執行 當然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所以說我們這個水神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真的太好用了 原本在快點購網站上投 推出的優惠好康組合 物化器的部分 現在已經全數賣光了 但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這個攜帶款的 這個版本會有少量到貨 好 大家如果現在想要購買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網站上 去按一個貨到通知我 以免會錯過 另外如果說你的使用量 比較大推薦給大家這裡 還有兩款是我們的水神 5公升的桶裝水神套組 你就可以來用環境傾銷 是比較方便的 另外還有500ml的 隨身的噴瓶 其實你走到哪裡都可以噴一下 進家門還有吃飯前 都可以隨時來噴 這些套組 現在在快點購網站上 依舊是買得到的 歡迎大家如果要購買的話 可以輸入折扣代碼 想有一些優惠好康 健康是一 後面加多少零 都是你的 沒有健康 沒有這個一 後面加多少零 還是零 健康真的很重要 如何不生病 如何少生病 如何更快康復 如何維持健康生活 健康我加一 專門為大家搜集最簡單 最實用 最便宜 最有效的方法 請到YouTube 直接搜尋健康我加一 或中天電視首頁 最底下頻道精選 第一個就是健康我加一 點進去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美好的一天 每天都從健康 我加一開始 這一節的全球現場時間 我們來關心的是 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 在俄羅斯舉國歡騰的勝利日 釋出了一段黑白影片 反擊普丁 你可以看到 他是站在廢墟前 痛斥普丁是惡魔 同時也向世界喊話 表示即使二戰過去了77年 但是新惡魔再度出現 烏克蘭方面 絕對不會屈服 再次又再次又再次 再次又再次又再次 這明白了所有國家 和所有民族 這些都支持 烏克蘭的 而且既然 新增加蝸蝸蝸蝸蝸蝸蝸 明星士氣 至於烏克蘭總統 澤文斯基您剛剛看到 他釋出了這段黑白影片 同時指責俄羅斯是惡魔 當然現在和俄羅斯 充滿節慶的氛圍 形成強烈對比 蘇聯可以說是 二戰中損傷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因此5月9號勝利日 對俄羅斯意義重大 在莫斯科紅場舉行閱兵 也成為傳統 有助提升俄羅斯人愛國情緒 特別是今年進行 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 俄國官方更大規模舉行 民眾也感覺很不一樣 我經常參與這個重大規模舉行 這年它特別視乎 在今次的情況下 在歐洲的特殊 今天我出現 跟帖子的支持 我們的軍隊 順利日也提供俄羅斯政府 一個向全世界展示軍火的好機會 外長拉夫洛夫也表示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是猶太人 這樣的言論也透過俄羅斯媒體 灌輸給人民 觀看閱兵彩排的民眾表達了同樣感受 不過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在普丁高調秀肌肉的同時 也毫不猶豫作出反擊 相較於普丁大秀軍威 澤倫斯基在勝利日前拍攝的演說 選擇以烏克蘭殘破不堪的 黑白影像作為背景 雙方在勝利日的宣傳訴求 形成強烈鮮明對比 記者蔡新城報導 英國的北愛爾蘭議會選舉結果 8日這一天出爐了 來看到是和愛爾蘭的共和軍 有長期淵遠 一向主張北愛和愛爾蘭統一的 新分黨這一回得到歷史性的大勝 最後在90席當中拿下了27席 現在已經變成議會的最大黨 擊敗了掌權15年 立場一向比較親英國的民主統一黨 好 另外還要來看到 是香港的第六屆特首選舉 這一回唯一的一位候選李家超 最後是以1416票 99%的得票率 當選了這個香港特首 好 當然從辭職政務司長宣布參選 到現在剛好滿一個月 因此看得出來 他已經快速從原本香港的第二號人物 只要在7月1號宣示就職之後 就要升成為第一號人物 至於您知道嗎 他的月薪有158萬新台幣 是全球第二高的領導人 唯一候選人李家超先生當選 1416票支持 8票不支持 李家超以99%的得票率 成為歷來最高得票率的特首 從辭職宣布參選到成功登上香港最高位 剛好一個月 這場幾乎未選就有結果的選舉 因為疫情延後了一個多月 李家超未來首要增加防務供應 對於民主派爭取多年的普選特首 及立法會等的政治改革 不是他優先處理的 從警察到保安局長 主理收定逃犯條例 引發大規模抗爭 收立失敗卻沒影響 試圖升至香港第二號人物政務司長 最終成為管理700多萬人口的香港特首 他每月薪金折合約158萬台幣 是全球第二高的元首 僅次於新加坡總理的539萬 但卻是蔡英文總統44萬多的三杯 而大陸的習近平主席 月薪更只有5萬多台幣 以上是駐香港記者李景華的報導 好 不過兩年多的時間 美國的新冠確診死亡人數 已經突破百萬人大關了 現在成為全球第一個 累計新冠死亡超過百萬的國家 至於美國總統拜登 還特別警告大家 由於這個Omicron新型亞變種 有免疫逃脫的能力 因此很有可能在今年的秋天 還有冬天的時候 到時候美國的新冠確診人數 可能會高達1億人 好 現在疫情看起來 其實在蠻多國家都還是持續升溫的 我們來看到我們鄰近國家 日本 日本的黃金州有10天長假 在8號是最後一天 但是現在看起來 整體疫情似乎已經有回溫的跡象 尤其是在日本全國各地的確診人數呈現上升的趨勢 不過廉價還沒結束 日本疫情又有回溫的跡象 7日全國單日新增 三萬九千三百二十八例 比前一天暴增將近一萬八千例 其中東京增加三千八百零九例 也較上週六增加八百三十例 中段單日新增連續二十五天 低於上週同日的趨緩傾向 沖繩更新增兩千三百七十五例 不只創下新高紀錄 更是首度超過兩千例 日本政府才剛宣布 即將放寬邊境管制措施 最快這個月 開放打滿三劑疫苗的小團旅遊團入境 但黃金周結束後 可能會迎接下一波疫情高峰 是否能按照原定時間開放國境 還有待觀察 記者廖安宇綜合報導 嗨 我是阿比林輝君 台灣搜集的神秘事件 還有大明星背後 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呢 阿比妹妹說 每個禮拜一和四晚上七點半 台灣大搜索頻道 不見不散 星星發亮 是為每一個人 有天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星星 小王子有自己的B612 你呢 沒有比愛吃喝玩樂 更誠實的愛 歡迎光臨 愛吃星球 長得漂亮 更要活得漂亮 歡迎光臨 流行星球 打造幸福居家生活 歡迎光臨 摩星球 為每一個勇敢追夢 努力生活的你加油 覺得金球IG YouTube臉書 歡迎光臨 上班總是讓你很想睡覺嗎 人生敢出別的最新單元 瘦身男女 讓你在都市重量中 找到四花里的運動場所 來區區個音頻道 請鎖定瘦身男女 請教觀眾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頭條開獎頻道 已經突破百萬訂閱 感謝全球網友的支持 讓我們更強大 許多的網友引緊期盼 而我們正式宣布 頭條開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成為頭條好學生 頭條資優生 或是頭條模範生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 華文心事理 好 昨天是母親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到 母親節禮物 或是母親節卡片呢 我們來看到 這是已經大約有三個月 沒有發文的李靖蕾曬出 他收到的母親節卡片 感性的文字呢 讓他忍不住貼了痛哭流涕的表情符號 李靖蕾呢 是在IG上公開孩子寫給他的手寫卡片 上面呢用英文寫到 你是很關心小孩 很酷 很正面 很大方 又充滿愛 善解仁義的媽媽 你是全世界最棒的媽媽 同時也是最棒的廚師 我最喜歡吃你煮的菜了 好 下一則動態呢 您可以看到 則是小朋友手拿 媽咪我愛你的愛心花束 當然面對如此貼心的舉動 李靖蕾他還忍不住感性 激動的貼出痛哭流涕的表情符號 來表達自己內心的喜悅 但是呢其實在母親節這一天 台灣的部分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說全台各地的觀光景點 人潮都變少了 像是在彰化鹿港的老街 放眼望去一片空蕩蕩的 店家感嘆 簡直好像空城 至於呢在南投的何歡山 同樣也是冷冷清清 香嫩多汁的牛排飄來陣陣香氣 想吃這道美食不用掏錢 餐廳大手筆送牛排 只要在母親節檔期來內用 就免費幫你加菜 疫情爆發 母親節大餐定位 取消了一半以上 餐廳自舊紛紛改推外帶 來 家裡的家 萬聯豬腳街大門口排了長城人籠 民眾慶祝佳節 幾乎都是外帶豬腳回家孝敬媽媽 疫情太嚴重了 很多人都不敢出來 幾乎用餐都沒有 今天真的差一半 店家抱怨內容業績 少了五成 只能仰賴外帶訂單 疫情嚴峻 民眾不敢往外跑 知名景點也顯得冷清 沒看錯 鹿港老街 人潮比平日更少 三輪車業者大探 一星期只賺了800塊錢 餐廳 小吃店也直呼 簡直是空城 比上禮拜更差 像昨天大概到四五點就街上都沒有人 像個空城一樣 就連南陀河歡山 五里停車場四處都有車位可停 民眾驚訝的說竟然沒塞車 少很多 怎麼說 平常這邊應該沒有停車位 前進農場人潮往年母親節約有一萬人次 今年僅僅2500人次 只有四分之一走到哪都是小貓兩三隻 另外國道車潮也明顯銳減 疫情升溫衝擊出遊意願 記者綜合報導 接著台灣大小事 看到的是43歲的沈姓男子 前天在東北角的馬剛來海域 浮潛失蹤 昨天上午在十六海裡外的 宜蘭烏石港的外海獲救 沈姓男子說前天晚上他眼看 游不回去 天又黑了 於是乾脆順流花了兩個小時 游到了龜山島去睡覺 昨天一大早 想要再游回東北角 但是半途遇到了漁船獲救 才被載了回來 另外台南這起車禍 對死者的媽媽 真的是最傷心的母親節了 有一對小情侶 8號清晨5點多鐘 騎著機車行進了 西港區的中山路上 突然自撞分隔島 兩個人噴飛重衰 其中19歲的女友 掛在分隔島上 最後兩個人送醫 都傷重不治 路口監視器拍下機車高速行駛 突然往畫面右邊偏 迄身一路擦撞分隔島 車尾冒出白煙 最後重心不穩 吃上兩人噴飛 重機車繼續往前高速滑出去 其中一人重衰在地 另一人則掛在分隔島上 救護車抵達現場時 傷勢嚴重的 這對情侶已經都沒有生命跡象 20歲的謝信騎士 全身多處骨折 19歲零性女友 後大出血左大腿骨折 所以後都傷重不治 發生在台南西港區 中山路上的驚悚車禍 8號上午接獲兒子死訊 這天成了最悲傷的母親節 這套戰還差出來 記者綜合報導 有一對薛姓夫妻 36年前結婚 婚後薛姓男子就出國留學了 由於相隔兩地 因此兩個人感情慢慢變得很淡 4年8年之後各自重婚 但是薛姓妻子和陽姓男子 重婚之後感情不順利 而且婚後被護政機關 撤銷結婚登記 他主張和薛姓男子 依舊是老公老婆 但是薛姓男子提了確認 婚姓關係不存在的訴訟 被未請求判準離婚 在一審的時候 認為婚姓關係依舊存在 但是考量到兩個人 其實32年來都沒有往來了 最後准許離婚 夫妻後來都上訴 但是台灣高等法院 已經駁回了 另外是台北市有一名女子 搭乘計程車 到了目的地不付錢 和司機發生了口角 這問獎索性就把車子 開到了派出所 沒有想到這名女子 她的情緒更失控了 不但不停的咆哮 賴著不下車 被警方拉了下來之後 竟然還大暴走 朝著員警又抓又踢又咬 造成有兩名員警受傷 當然最後被帶回了保護管束之後 她情緒還是很失控 遭到強制送醫 車資沒有付 你現在在幹什麼 請你馬上下車 你幹嘛要人家車 女子搭小黃不付錢 問獎開到派出所門口 她死活就是不肯下車 坐車不想付錢 下車 掌握手一談 賴在副駕駛座不走 被坐霸王車的司機 司機毫無奈 員警更是傻爆眼 請你下車 現在請你下車 你剛剛有沒有坐人家車子 你有沒有付車子 你自己講 對著員警直手畫腳 刨修沒完 司機嚇到乾脆不收錢了 女子還在耍賴 她胡言亂語的 還要去找 還要笑這樣 就嚇了 我們死了 被拉下車還朝員警怒罵 動手離譜搭車衝突 就發生在熱鬧的北市 羅斯福路萬聖派出所門口 30歲蔡姓女子 3號早上從中華路要搭車 去西州街抵達後不付錢 又不下車 司機只好開往警局求助 沒想到女子被拉下車後 竟然抱走 朝警方又抓 又踢 又咬 釀成兩名員警慘受傷 坐車不付錢 還在警局門口 囂張鬧事攻擊警察 問講員警無辜遭殃 女子送醫後 也要釐清她到底為何 如此失控 記者年永成 黃昱蘭台北採訪報導 在屏東有名男子 7號晚間6點多鐘 開著白色的小轎車 從東港出發 準備回家的時候 車子卻在半路出了狀況 好 突然發出碰的一響 而且這個引擎還瞬間起火燃燒 當下這名男子緊急跳車逃生 沒有多久整輛車全面燃燒 任憑滅火器都噴光了 也還是救不回來 最後是消防隊抵達的時候 不出了水線 才把火勢順利撲滅 白色小車停在路中間車內已經全滅燃燒 冒出濃濃白煙 這時一米男子匆匆忙忙提著滅火器 走向火燒車現場 但整支滅火器都噴光光了 火勢還洶洶燃燒 男子就好留在現場等消防隊到場處理 這時整輛車已經陷入火海當中 白煙也變成了濃濃黑煙 消防隊員先初步確認車內已經沒人 在出水線朝車內狂噴 在破壞敲開引擎蓋 每個可能起火的細節都不放過 好不容易車內火勢才被控制住 設置小客車起火燃燒 前火勢由引擎室往後做延燒 以及出水線並搭配三用敲棒 破壞引擎室撲滅火勢 現場無人員受傷 駕駛自小客車從東港要往林邊 家中自小客車突然動一聲 便冒出濃煙串出火勢 7號晚間6點多 駕駛從東港開車返回林邊途中 突然引擎附近發出蹦的爆炸聲響 他立刻積緊跳車逃生 沒多久整輛車就燒起來 幸好沒有人員傷亡 但愛車瞬間燃燒 只剩股價也讓他受了不少評價 記者將說話 評論報導 延到已經兩年半的公事董監事的改選 在今天9號下午將會舉行改組審查委員會 文化部長李永德日前 把公廣集團內控施令的問題 歸咎於國民黨卡住了改選 不過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曾民宗在昨天說了 他希望審查委員按照專業審查資格 李永德則不要再亂扯一通了 董監事的問題根本是主管機關失能所造成的 好 當然現在公廣集團的董監事在今天 馬上就要舉辦審查委員會了 不過來看到在這一回整個候選人名單當中 有卡管大將 就是台大歷史系的教授陳翠蓮 就連國民黨自己推薦的名單 在內部也引發了爭議 因為黨內有部分人是質疑了 國民黨為什麼要提名過去 屢次發表言論傷害國民黨的人 來擔任公事的董事呢 好 那如果這麼做的話 不如還把這個名額讓給民進黨算了吧 還要來關心的是現在本土疫情持續的升溫 當然各地其實有蠻多假訊息的 好 這個網友們一定要睜大眼睛了 我們來看到這是彰化縣議員張國棟 日前在Line當中表示 高雄市政府200位的公務員 採購4萬劑的快篩 可以打6個月 而且免費的不實訊息之後 最近在PTT上 也出現了中央徵用台北快篩 送到疫情不嚴重的高雄 好 這個部分是假訊息 高雄市行打 現在除了已經北上詢問張國棟 並且呢 已由彰化警方處理之外 也已經掌握了PTT發文特定對象 將會盡速約詢調查 當然現在很多民眾 為了希望能夠降低 這個疫情的影響 因此旅遊的時候 會特別減少接觸的機會 我們來看到 這個是獨門獨戶的露營帳篷 現在反倒變成了首選 好 這個地方 是位在花蓮的鯉魚潭 水上球形帳篷 遠遠看就好像一顆一顆的珍珠 另外擁有廣大草原的露營區 讓民眾不用擔心社交距離 現在也成為疫情下的旅遊熱點 一頂頂圓形帳篷 宛如珍珠漂浮在水面上 清澈的水池裡 五顏六色的景麗來回探頭 進到帳篷內掀開窗簾 衣衫傍磅水的美景 透過大片落地窗映入眼簾 疫情期間 為了減少和人接觸的機會 有獨立空間 及專屬出入口的帳篷 就成了旅遊的首選 這座位於花蓮鯉魚潭的營地 乘著這波露營熱 打造球形帳篷 遊客只帶一卡皮箱 不僅可以享受露營樂趣 也可以體會水上人家的生活 這些球形屋 就是住在水上面感覺 真的很像那種出國 同樣在花蓮 擁有廣大開放空間的露營區 也成為疫情下的旅遊熱點 一望無際的草原 前方是海岸 向後看是高山 遊客縱情山水之間的同時 也可以拉開社交距離 加上營區附設的小農場 讓人有未出國到紐西蘭的feel 戶外比較安全 也比較自由 獨門獨戶的豪華露營地 減少與人接觸機會 也能放心的 長陽與大自然之間 成為疫情時代最夯的旅遊方式 記者劉錡交章志人 花蓮報導 指揮中心不斷告訴大家 其實如果感染 Omicron病毒的話 大部分都是輕症 你千萬不要以為輕症沒事 因為其實 這波疫情海嘯來襲之後 很多的輕症患者 由於都是待在家裡頭 做居家照護 但是他們特別提到 也特別分享了 發病的時候伴隨而來的喉嚨痛 還有咳嗽等症狀超級劇烈的 也讓很多的確診者直呼 這個喉嚨痛起來 真的好像在刀割 歐魔來襲 每日確診數大幅飆升 確診者居家照護期間 大多出現喉嚨痛 咳嗽等症狀 雖然屬於輕症 但疼痛程度 可不是開玩笑 喉嚨就是滿像 灼熱然後原被刀割那樣子 吞口水的時候喉嚨痛 耳朵也會痛的感覺 吞口水那個感覺會放大 五倍差不多 確診者親身經歷 喉嚨痛到像刀割 真的不誇張 居家照護人數攀升 手機也出現確診者 關懷群組 分析裡面三千多名染疫者 討論最多的輕症症狀 包含喉嚨痛 咳嗽 發燒 呼吸困難 腹瀉等十種 其中最多人受不了的喉嚨痛 除了喝溫水 吃藥之外 竟然吃冰也能緩解疼痛 但專家這麼說 吃冰雖然能夠短暫緩解症狀 但對肺部造成負擔 反而加劇咳嗽 另外也有患者用琵琶糕 或白木耳湯緩解咳嗽 但醫師也提醒 適量就好 腸胃不好的民眾喝太多恐怕導致腹瀉 確診者互相分享緩解之道 但未必對每個人都有效 詢問專業醫生對症下藥 才能避免病狀加重更難受 疫情天天拉緊報 當然除了外在的防疫之外 內部補充營養也是很重要的 像是常吃的咖哩富含薑黃 能夠抗發炎 抗氧化增強免疫力 另外包含了抹茶枸杞 也是有相同的功效 適量攝取的話 也有助於提升自我保護力 濃郁咖哩搭配馬鈴薯紅蘿蔔 淋在白飯上 熱騰騰的咖哩大人小孩都愛吃 但其實咖哩不只美味 還很健康 因為它辛酸料比較多 說對了一半 咖哩不只富含辛香料 最主要的成分 將黃更有解毒之王的稱號 能抗發炎 抗氧化 還能增加免疫力 促進新陳代謝 抗疫好食物除了咖哩 這個也很不錯 不要看抹茶常被用在蛋糕 甜點上就忽略它的功效 抹茶本身含有豐富 而茶素 茶多酚跟益多酚 能夠提高免疫力 也能平衡荷爾蒙 另外茶湯裡常見的枸杞 除了增加免疫力 還能抵抗自由基 保護血管 枸杞油 它是 應該是抗氧化的作用比較多 疫情拉警報 除了外在防疫 從這些常見的食材入手 能夠補充內在營養 增加免疫力 也建立自我保護 繼續問在景城台中 採訪報導 受到人口衰退等因素的影響 全台有很多縣市人口都下降了 在年底的選舉議員席次 恐怕會減少 以屏東縣為例 全縣人口到三月底 只剩下80萬一千多人 按照每個月平均減少 由將近千人來看 那麼在五月底 就會低於80萬人 到時候議員的名額 恐怕會銳減12席 現在已經成為疫情之下最大衝擊的現世了 好 不過說到了年底選戰 大家都知道民進黨內呼聲最高的首都市長人選 就是衛福部長陳時中 現在很可能會因為疫情的關係打亂布局 時事評論員羅友智有他的分析 帶您快聽 我覺得真的會影響陳時中的 應該是後續的這些 包括快篩 標案 陸續爆出來的這一陣子 如果裡頭甚至還有一些弊端的話 我覺得這才是未來他選情最大的影響 因為如果就算是疫情擴大 我覺得民進黨都有辦法 用他九成的媒體力量 去把他扭轉過來 可是如果一旦陳時中出現了獨立廠商 或者是弊案這種狀況的話 我相信陳時中大概在2022的口袋名單裡面 應該會想把他拿出來放在旁邊 所以就判在野黨能不能把陳時中的相關 後續的東西快篩後面的再追 再追一下 儘管沒有追到他失去台北市黨參選資格 可是他也會受了重傷 蔡英文不會喜歡有這樣子的人 那當陳時中如果黏上這樣子的一個 髒污的話 我覺得以蔡英文的性格 可能會想把他拍掉 那當蔡英文有起心動念的時候 我覺得陳時中就會危險 陳時中過去兩年來 他的這個指揮中心指揮官這個部分 那感覺上就每天透過媒體造勢 把媒體的這樣的曝光 要打他的知名度 所以他到底做得好或不好 百姓一般還是沒有那樣特別的感覺 但是他知名度就是夠了 那相當程度其實是講公介書 OK 那當然這個時候如果說 那當然他呼聲是最高的 因為最後是由小英來決定的 我覺得最主要的關鍵 應該就是說能不能撐到5月底這個部分 到時候老人家小朋友 尤其是小朋友這個 然後中年的這個部分都是一直跑出來 然後大家都一直在排隊 然後這裡面快篩裡面 又有一點疑點重重的時候 OK 因為已經不是一向開始的時候 是大家說來不及對不對 現在也是兩年多了 還來不及的時候 錢都是給你 錢也都是給你 還做成這個樣子 讓他當排便師長 未來總統 整個國家交給他們 怎麼可以呢 我想那時候反彈就會很大了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我看它是白桃口味的 應該喝起來是有一點微甜微甜 然後很放鬆的這個味道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因為它可以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裡頭有一個關鍵的元素叫做茶胺酸 它可以調節我們的情緒 增加我們的抗壓能力 還有德國洋柑橘的萃取物 可以紓緩我們的焦慮 有的人到了晚上 莫名你就會覺得焦慮對不對 你就會睡不著 來試試看我們的夢夢水 另外添加了小分子膠原蛋白 還有維生素B6 它是高品質的嚴選 還經過了這個營養團隊的認證 睡前30分鐘喝一包 每一包日量只有16大卡 沒有負擔 怎麼買呢 來QR Code快點購 掃一下記得喔 不論你買什麼 結帳前輸入保主的 優惠嘛 你就可以得到保主優惠 CTI 626 更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點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大家早安 我是麥玉潔 歡迎大家加入 我們這集上午7點鐘的中天晨報了 好 這集新聞呢 依舊先待在我們2小時大直播平台 就是我們的主頻道 中天電視的YT頻道 一塊來收看 聊天室裡頭 我有看到達斯維達 蔡立偉 李仁中 還有看到江南中立黃藝術 楊貴蘭 圍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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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文森 另外有看到嘉龍來報導 還有看到張靖雄 另外還有看到狼煙 Andy Ma 圍棋 瞧瞧 孟安安 波拉樣 白蜜安 都在聊天室裡頭來報導了 各位 如果你還沒有在我們這個直播 連結按讚的話 請先記得一定要幫我們按個讚 再進來聊天室裡頭來互動 現在持續有看到馬道志的加入 還有看到志誠 水月月勤 似時擺在眼前 李仁中我吐了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一大早的加入 還有支持了 這一節的新聞一開始 我們首先來關心的是近日 台北接連發生兩起的槍擊案件 甚至還在地檢署門口 發生了鬥毆 砍人 好 原來這些案件的背後 都跟黑幫有關 警方因而展開了安城專案 針對了幫派的據點 還有八大行業 或者是圍事場所進行掃蕩 並且減速黑道幫派非法槍械 以及毒品案件 希望能夠展現警方 淨化治安的決心 詳細狀況 連線給記者王一德 市長主播從畫面中 可以看到大批員警出動零檢 到KTV一間一間進入包廂 查驗民眾身份 確認是否有不法分子 在酒店也同樣如此 小姐們站在走廊上排好隊 一個一個拿出證件 給員警查看 確認身份 近日台北市接連發生兩起槍擊案 台北地檢署門口 甚至爆發了砍人事件 雖然嫌犯都已經落網 但涉入人士都與黑幫有關 警方因此在八號執行安城專案 除了針對幫派據點八大行業 或為市場所掃蕩 入檢 更減速黑道幫派非法槍械 及毒品案件 展現警方淨化治安的決心 台北市警察局也表示 警方不會因為疫情嚴峻而鬆懈 會要求北市各分局 對於槍擊案件 暴力犯罪 及聚眾鬥毆等案件 嚴正執法 同時也呼籲不法分子 不要心存僥倖 或試圖挑戰供權力 以上最新主播 要特別提醒網友的是 如果你停車的話 一定要記得把車門鎖好 因為在宜蘭的三星地區 近來傳出有好多起的車輛 明明停放在民宅外 但是遭到不明人士開車門 偷走財務的竊案 車主發現物品短少了 最後是從家中的監視器畫面 才發現嫌犯的身影 警方在互報之後 組成了專案小組 發現到有一名橫行在宜蘭 各地的50歲男子涉案 尋現埋伏之後 將人逮捕送辦 身穿帽梯的男子 天都還沒有亮 在民宅前鬼鬼祟祟 接著走進院子 熟練的將車門打開 整個人坐進去 開始在車上東翻西找 偷走車主的財務 這台偷完又換到另一台 這回整個人趴進駕駛座 行進非常的大膽 近日宜蘭三星鄉 傳出多起車輛財務遭竊 就是他做的 我們回來就等下多注意一下 我們的那個車門 還是什麼關討 我們算怎麼說 涉及高雄的50多歲 許青男子 長期都在宜蘭各地行竊 經常出入警局 前兩天他跑到民宅逐戶逐車 試圖開車門 只要車門沒有鎖的車輛 他就會立刻進車內 搜刮車內的財務 警方追訴他的行蹤 並且埋伏順利將他逮捕 許青男子也向警方坦承 在宜蘭其他鄉鎮也有犯案 警方正在擴大清查訓後醫 切到罪嫌送辦 記者林醫生宜蘭報導 好 一連串疫情相關的消息 還要告訴大家 是在台東的馬街醫院 有病房的家屬懷疑說 住院的孩子遭到了院內感染 不過馬街醫院 在週日晚間立刻澄清 表示說現在已經對住院所有病人 做了健康管理 病房也在積極的監控當中 目前疫情其實不太容易 釐清感染源 但是大家都在配合防疫工作 現在也已經嚴禁探病了 不過疫情也持續延燒 燒到了政治圈 因為有越來越多的政治人物 都已經確診 民進黨立委李昆澤 在8號深夜的時候表示 因為覺得自己感覺 有輕微不舒服的狀態 所以最後進行了快篩 是陽性反應 在當天晚間 已經就近到高雄市政府的 撐癌素做了PCR檢驗 目前還在等待結果出爐 但是他也提到了 在PCR結果出爐之前 會先用確診的標準 自我約束再加隔離 好 當然現在每天 隨著確診人數不斷的攀升 大家都很緊張的是 我們的子彈快篩試劑 到底夠不夠用呢 我們來看到其實 日前是因為台北市副市長 黃珊珊她有提到了 她說病毒是無形存在 因此民眾需要防護 如果沒有武器盾牌的話 那麼你不要說跟病毒共存了 你簡直是直接宣布棄手 甚至是投降了 她同時也向主管機關喊話說 快篩試劑應該要直接 在自由市場來販售 讓民眾能夠自己來找武器 但是沒有想到 黃珊珊此話一出之後 經濟部倒是在晚間深夜時分 發了新聞稿澄清 他們澄清的是快篩試劑 其實政府從來就沒有禁止進口 只有國產還有進口的部分 只有部分是被政府來徵用的 因此經濟部罕見的發出了 這個聲明稿希望能夠來澄清 不過我們來看看 聽在台北市長柯文哲的耳朵當中 他認為說 其實你講這麼一大堆 只是口水戰吧 因為很重要的是 民眾我就是買不到快篩試劑 那麼你政府說這麼一大堆 有什麼用呢 然後還要來看到是 現在由於台灣疫情方面很嚴重 快篩試劑根本就不夠 所以對岸大陸國台辦發言人 朱鳳蓮他說了 台灣疫情快速的蔓延 但是快篩試劑短缺 因此大陸牽掛島內的同胞 願意協助洽商來採購 好 當然對岸釋出善意之後 這番話聽在陸委會的耳朵當中 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 他的說法是大陸方面是借台灣的快篩議題 在搞刺激還有搞分化 同時他也開酸說 如果你話說得這麼好聽的話 不如先來盡心照顧一下 你在大陸封城的苦難人民吧 好 另外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則是說 台灣應該要先自我反省一下 參考他國的經驗 要把快篩試劑準備充足了 別再大排長龍 而且他有提到其實昨天是母親節 但是來看看 原本應該要開心慶祝的媽媽們 在昨天到底有多少辛苦的母親 是在排隊 希望能夠買到快篩試劑呢 好 另外一個比較相關的訊息 還要告訴網友的是 你可要真的準備好了 由於疫情現在滿嚴重的 但是政府推出的快篩實名制 但是很多民眾說都還是買不到 所以經濟不方便已經宣布了 北北基陶有四大的超商 還有藥妝店 再加上全聯 屈城市康市美等等 總共有八大通路 從今天開始會販售單劑包裝的快篩試劑 不過每個人現買一劑 不需要出示健保卡 價格大約是180塊錢 全民狂搶快篩試劑 週日還不到七點 要局門口依經歇大排長龍 快篩試劑公不應求 現在各大通路也紛紛上架快篩試劑 尤其疫情重災區的北北基陶 四大超商 九號早上十點開始 每間店將上架五十劑 雅培家用快篩 每人限購一劑約180元 此外屈城市康市美 全聯和美聯社等 北北基陶的八大通路 也都將開賣 買屋快篩民怨沸騰 黃珊珊怒嗆政府 要與病毒共存 但不給人民快篩武器 等於棄手甚至是投降 呼籲政府開放讓大家採購 經濟部立刻跳出來說 政府沒有禁止快篩進口 快篩之亂連綠營自家人 林佑昌也開轟 說快篩實名制一定得改 否則會有更多米院 人群呼籲政府開放 讓國外親友能夠氣快篩回台 解決燃眉之急 畢竟快篩數量不夠 人事最根本問題 記者綜合報導 好 現在感謝一下 我有看到聊天室當中的網友 Paul Ayan對我們的斗內 他說支持主播 支持城報製作人 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另外還有看到白蜜安 也對我們斗內 他跟我們中天城報說早安 他說新的一週已經開啟了 希望大家都168一路發 好 非常感謝各位持續的加入 當然其實針對了這個 快篩的議題 由於其實很多民眾都買不到 尤其是北部地區的民眾 因此我有看到中立的黃毅書說 陳時中現在Kipipip 是不是生氣了呢 另外還有看到其實滿多朋友 像是預防他也有來質疑說 現在只有北北基陶在缺貨嗎 另外他也來問 今天只有北北基陶的八大通路 買得到單季包裝的快篩季嗎 沒有錯 只有北北基陶的八大通路 才買得到 非常感謝大家持續的加入 也希望各位可以多多 在我們聊天室裡頭留言 來做互動 但是快篩世紀就是不夠 所以現在就連民進黨的這個 縣市首長他們也看不下去了 像是這個基隆市長林宥昌 他就提到了快篩時名制一定要改 而且他也說否則地方上的快篩世紀 根本就不夠用 陳時中剛剛您看到在新聞當中說 其實基隆市政府是申請3萬 但是我們中央有給他18萬 沒有想到此話一出之後 基隆市政府在8號晚間 立刻說了重話 表示說陳時中你提到了 基隆填報3萬會配發18萬 量不會少 而且還要林宥昌不用擔心 不過基隆市政府的官銷處長曾茲文 他回應 市政府的需求是20萬劑不是3萬 基隆的疫情位在全國的最前線 防疫需求本來就在平均之上 現在還想問問中央快篩世紀的 相關問題的 還包含了國民黨的 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他說加拿大的卑詩審 快篩世紀是免費領取 反觀我們台灣 民眾為了快篩 卻要排隊排到地牢天荒 他想問問中央說 我們到底超前部署了什麼 網友紛紛表示了 超前部署是美麗的宣傳口號 關於疫情的東西 到底有哪一件有超前部署呢 不要問我們為政府做什麼 而是要問政府能夠為我們做什麼 而且還有網友直言了 指揮官說我有排什麼隊嗎 聽到這句話 真的好想要舉起拳頭 當然現在快篩世紀在台灣不夠用 還要提醒各位的是市面上 已經有仿冒品了 因為有不肖分子在出售 仿冒快篩世紀來牟利 好這回是這個福爾快篩季的正常 他特別發文提醒消費者說 在購買前務必要看清楚外觀 以免會受騙了 因為他們列出在市面上 仿冒快篩季的外觀差異 好您可以看到這個仿冒品 在logo當中有一個這個R 這個圈圈隔得太遠了 好這個部分就是假的 另外如果您在包裝上頭 看到簡體字的話 這也是假貨 好希望大家千萬不要受騙上當 現在國內疫情狂飆 台北市在之前刪除了28億的防疫預算 被外界質疑說 你市長柯文哲 是不是錯估情勢了呢 好對此柯文哲回應說 他錯就是錯在了當初 太相信中央的掛保證 至於面對中央宣布放寬居隔政策 新北市長侯友宜他也開酸 如果中央找個10天來做 那麼民怨很可能會少一點 疫情最嚴重的新北 每天動用3500名志工 接至少6萬通電話 雙北疫情艱困 面對大海嘯 中央宣布放寬居隔政策 同時解除電子圍離 但侯友宜更上重要 很多中央的系統做法跟不上 昨天取消了電子圍離 可是按照新北市7天的方式去做處理 10天前早一點做 那我相信民眾的包吻 曾經被比較少 向中央政策慢好幾排 早點做會更好 此外新北宣布失聲快篩羊 學校能比照確診處理 可啟動停課等因應方式 但卻遭陳時中警告 至於台北市先前刪除28億 防疫用品預算 柯文哲難道是錯估情勢嗎 他反算是太相信中央 如果中央既然都已經信誓旦旦說 他一定會 但我們就是由國家統一分配 我說我錯了什麼你知道 有時候人家講的話 我們不要太相信 當然相信說中央疫苗會買權 中央疫苗有權 他現在去買疫苗沒有必要 他申請12萬 我們要給他73萬 這也不用他買 北市確診破萬 開栽解人照常舉辦 身為首長的柯文哲也照常出席 恐怕成為漏洞 在砲打中央的同時 柯文哲的一言一行也引發整體 記者總報告 好 網路聊天室當中來感謝一下 網友鄭能亮對我們的斗內 他提到了是這個 新北市的某間的加油站 已經有確診員工了 但是他抱怨說公司 沒有做到機制的安全措施 只有簡單篩檢一次就結束了 因此他認為說 根本是毫不在乎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完全沒有保障 好 非常感謝這個鄭能亮 你的這個爆料 還有你的斗內 我們會提醒相關人員必須要多加留意 接下來還要來看到的是 高登環球生一遭到踢爆資本 而只有200萬元 但是想要拿下1700萬劑的快篩訂單 結果遭到國民黨質疑說 這背後利益糾葛 國民黨立院黨團 除了向監察院告發衛福部長陳時中 使要署長吳秀梅賭職之外 在今天還會到台北地檢署 案林告發陳時中涉嫌土利還有賭職 衛福部推估了本土的單日新增病例 在5月中旬很有可能會突破10萬人 台灣距離和病毒共存之路 恐怕不遠了 但是近期有快篩世紀之亂 基層醫護人力 物資缺乏等情況 民眾的怒火難以平息 我們來看到的是台北市員 徐曉星他炮轟陳時中 一心只想要選舉 面對防疫該做的事情都沒做 陳時中他基本上就這一段時間 疫情虛緩的時候 他就在想 我什麼時候可以出來選舉 所以這些該思考的事情 該做的事情他沒有做 所以現在疫情大爆發了 他自己也自亂陣腳了 所以我們就看到 每天兩年的記者會 他的失言越來越多 人家學生被關在家裡沒有飯吃 他就說學生應該要自己照顧自己了 然後人家問說 可是大家都在排快篩 部長你要不要去排排看 這個問題並不是真的叫你去排快篩 而是你有沒有理解 一般民眾排快篩 排得很辛苦的這件事情 你們政策需不需要 去了解一下民眾的苦 然後調整 他直接就講說 因為我已經有了 我幹嘛去排 這些話都會讓大家覺得 指揮中心是很冷血 而且你們是坐在冷氣房裡面決策 你們根本就不懂 一般民眾碰到的問題 最後我要再講一個快篩世紀 蔡英文講說 我們已經訂了1億劑 然後我們今天亞培 又加訂了多少劑 可是我問大家 你現在的這種實名制 請問指揮中心只開放哪一個品牌 只開放羅式而已 所以我坦白講 不管你今天買1億劑2億劑 可是你如果你今天 你其實開放的品牌是單一的 你就算買2億劑 只有4500萬劑是羅式的 代表在外面排隊的民眾 就只有4500萬劑可以買 大家理解我的邏輯嗎 我們本來想說1億劑 是1億劑都分給民眾 都分給需要的人 他可以自由的 去採購的前提之下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 陳時中他把所有的快篩世紀 分成羅式給民眾實聯制 亞培給醫療院所 剩下其他的收起來 都不知道收到哪裡去 我們在市面上也已經看不到了 我舉例來講 以前你們在Seven會看到一個 橘色的盒子 這個叫做泰博科技做的 現在看不到 都收起來了 因為指揮中心的政策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講說1億劑 2億劑 可是在你的政策之下 其實這一段時間在市面上面 一般人民可以買到的 快篩的總體貨量是減少的 所以但這個事情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說指揮中心真的 拜託你改改你的快篩政策 不要怨天怨地 怨在野黨 你自己該做的事情 從頭到尾就沒有做好 在高雄有一間科技公司的主管 在內部的賴群組 向員工宣導 如果你是無症狀 還有症狀輕微者 不要主動快篩 否則嚇自己害人害己 內部員工很不滿 於是投訴媒體 衛生局說了 如果查證屬實的話 依法可以開罰 還有來看到的是 這個桃園機師工會 他們已經說了 為了呼籲民眾 共同監督指揮中心 將會在明天下午 到指揮中心去抗議 希望他們的相關訴求 能夠得到外界的重視 開箱論文門世紀爭議 需要的不只是勇氣 看不見的手正在干預 希望大家繼續 舊與新知 繼續挺論文門開箱 按讚分享 小鈴鐺抖內 還有禮拜六的 論文門開箱聯播 請從YouTube中天電視首頁 最下方點選 論文門開箱頻道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關不了的頻道出發 再繼續 按讚追蹤 一起支持守護監督的力量 嗨 我是賴莉音賴小音 我們有要為你新開的節目 食安趨勢報告 這個是防堵食安風險 還有維護你我健康的一個 調查報導 隨時可以在中天電視的影片區 還有在這個民間特徵組FB 監督的力量FB 只要有芯片 我們就發布讓你知道 需要你的支持喔 每週六下午2點半 YouTube中天電視準時上架 來關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了 衛星雲圖首先告訴大家的是 你可以看到在台灣的周邊 其實在今天受到 華南與雨區東移的關係 整體說起來大氣的水氣 還有雲量還是偏多的 因此各地呢 在今天都會有直部的短暫震雨 或是雷雨發生的可能性 尤其是在東半部還有西部的山區 特別要注意的是很有可能 較大雨勢發生的機率 在今天外出的時候 還是要記得 帶傘是比較保險的 好至於從溫度上面來說的話 則是和昨天是差不多的 早晚的溫度呢 低溫大概是落在 22到24度之間 不過白天的時候高溫 北部還有東半部 北部則是落在25到28度 中南部的高溫 則是有28到32度 如果以中南部地區的網友來說 在今天體感溫度上 還是會覺得蠻悶熱的 好不過呢 未來這幾天的天氣走勢是如何呢 這項局特別提醒各位了 在本週將會有四大雨神同時報導了 包含受到華南雨區 梅雨風面還有東北季風 再加上五月中旬過後 西南季風可能開始建立起來 因此四大雨神幾乎是全部到齊了 我們來看到在今天全台各地呢 由於受到華南雨區冬移的關係 因此你可以看到雨區範圍蠻大的 雨勢也會比較明顯 好至於在明後天週二週三呢 全台各地的溫度會漸漸變得比較溫暖 雨區範圍也會比較縮小 好但是呢這個穩定的天氣形態 只會維持一兩天左右 又來看到的是從週四開始 受到封面的影響 再加上東北季風的關係 全台各地呢 都會開始下雨 從13號開始降雨會變得比較明顯 到時候包含了各地還有外島地區 都是有降雨的可能性 至於中部以北還有東北部 會有局部較大雨勢發生的機會 另外在週休假日這兩天 西半部還有東北部 也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因此其實整體說起來 在本週的天氣狀況是蠻不穩定的 大家一定要多小心了 最後我們來關心今天的天氣小叮嚀 東半部還有西部山區的網友 在今天要特別留意 很有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另外呢在外島地區的馬祖 現在氣象局持續針對這個地方 發布了農務特報 如果在今天呢 你有一些交通往返資訊需求的話呢 一定要特別留意航班的資訊 以上呢就是這一節氣象資訊 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了 接下來呢我先來感謝一下 我看到這個網友呢 Ocean Tropical對我們的斗內 他特別其實針對疫情的部分 他說其實加拿大從2020年到現在 除了封城還有解封這類的大動作之外 其餘在擠破疫情期間 其實他們的規定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的 但是台灣呢其實兩年多來 推出一大堆讓基層 忙得人仰馬翻的政策 難怪會引發民怨 好 非常感謝Ocean Tropical的斗內了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到 現在每天的確診數字 都不斷的在飆新高 因此呢大家人心惶惶的 5月7號 5月8號分別有11個人 還有12個人死亡 尤其是在5月8號這一天 包含了死亡人數 還有中重症的人數 都雙雙創下新高紀錄 好 現在專家比較擔憂的是 如果從一些檢驗 還有通報的數據來研判的話 他們認為說呢 現在量能不足 很可能目前的病例數 已經沒有辦法反映實際的確診數字了 因此特別市警指揮中心 應該要及時處理 要小心的是 很有可能會有第二波死亡浪潮的來襲 好 專家也提醒了 現在篩檢人力不足 篩檢站也擠爆了 北部地區 尤其是重中之重 負擔非常嚴重 當然現在你說到疫情這麼嚴重 其實大家也都滿生氣的 這一回是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羅志強他就質疑了 當全世界都在受苦的時候 我們台灣除了造神之外 還是在造神 什麼教訓其實都沒有學到 到了如今 整體說起來疫情守不住 他想問的是 難道這就是蔡英文 還有陳時中的超前部數嗎 你的PCR量能這麼塞車 而且都還抓不到黑數 好 另外一個問題 現在大家也滿緊張的 那麼就是在日前 由於20歲的年輕孕婦她確診了 沒有想到最後造成母子雙網 現在有台大的婦產科醫師警報 婦產科的床位已經出現擠床的現象 未來正常的孕婦要生孩子 恐怕都住不了院 對此婦產科學會探野 未來確診個案暴增的話 就怕會影響到孕婦的收治量能 因此將會在週二和CDC開會討論 也將會修改孕婦確診臨床指引 避免會再度發生憾事 新北市20歲年輕孕婦過世 引發高度關注 目前防疫指引懷孕36週以上 若確診才送醫 懷孕35週以內 住進加強版集檢所或防疫旅館 提供每日關懷視訊診療 開設綠色通道 但傳出目前孕婦收治量能崩潰 台大婦產科醫師施警中表示 醫院的確診孕婦收治量能已經飽和了 幾創壓力已經發生 未來連正常孕婦生產可能都會住不了院 婦產科學會預估未來每個月 將有500位孕婦確診 目前收治量能尚且足夠 但就怕未來確診數暴增 影響孕婦床位 將與CDC討論增加收治量能 婦產科學會將考慮修改指引 最新三大方向曝光 包含確診孕婦可能轉中重症 是否可能將提前剖腹生產 孕婦36週以上才住院是否下修 以及新抗病毒藥物孕婦能否使用 將在5月10號與CDC開會討論 有一些無症狀 他可以不一定要租到醫院裡面去 根據統計 目前確診孕婦有131例 孕婦一旦確診 重症插管風險及死亡風險 是一般人的1.5到2倍 目前指引確診孕婦可服用瑞德西圍 給予免疫球蛋白 但有專家建議 一併給予抗凝血藥物 以及新抗病毒藥物 也將在討論範圍 在美國婦產科學會 是建議可以使用 那英國是不建議使用 這部分我們也提一個CDC 疫情爆發 專家提醒孕婦 若出現呼吸急促 發燒胎動減少或腹痛等 四大高危險症狀 需送醫急救 也期盼未來新指引上路 能避免再發生罕事 在新北社永和有一名女網友說 自己本身是有氣喘病史的 7號凌晨開始感到不舒服 用了最後一口氣 趕到醫院外頭 到了醫院外食 她已經氣喘到沒有辦法講話 一邊很擔心自己會昏厥 一邊靠著意志力找到一名護理師 她用盡了全身的力氣 緩慢的擠出自己的狀況 該名護理師也緊急把她 帶到急診室治療 讓她覺得很感激 她在臉書發文 同時寫下了醫生和護理師 做了正確的判斷 後來變成 她說感謝後來我變成陽性 但是你們對我沒有任何的歧視 她也特別提到了 還好有醫護人員及時的救治 也必須要感謝他們 沒有把任何的情緒帶給病人 讓她覺得很放心 好 當然現在在醫療前線 其實大家的負荷都蠻大的 我們的政府到底做了什麼 這一回是有一個屏東媽媽 她由於不相信政府 因此現在已經自救確診 自己的兒子 要怎麼來救 這位屏東的媽媽 她自己準備了得益措施 小孩確診之後發燒三天 但是她說三天之後 才接到居隔電話 那時候我就是因為 最先是看到有一個兩歲的小孩子 然後在家裡等救護車 然後等到送到醫院的時候就不治了 然後又看到一個六個月的嬰兒 爸爸抱在急診室 然後照到翻白眼 那時候我就覺得 好像自己要先做一點準備 不要說真的有一天真的遇到了 然後沒有辦法做任何的補救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 添購了一些冷凍食品 家裡放可以冰起來 因為萬一真的我兒子確診 因為我是單親媽媽 萬一真的我兒子確診了 我們是沒有辦法出門的 因為我要照顧他 那我就添購了一些冷凍食品 然後退燒藥物 跟綜合感冒藥 跟屁股塞劑 然後先檢查一下 家裡的那個生活必需品 都有沒有充足這樣子 我當時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六個月嬰兒新聞 就是在急診室門口等到 翻白眼走掉的新聞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 我那時候還沒有想那麼多 那時候我確認我兒子 我兒子確診的時候 我們去醫院 第一家醫院就說他們沒有小兒科 那我們去第二家醫院 第二家醫院他有給我們掛號 然後給了我們藥 然後叫我們回家 有幫我們做的快篩 然後叫我們回家等訊息 那凌晨1點31分的時候 我就接到他的訊息 就是我兒子確診了 那我們其實我們一回到家 就一直開始跟高燒抗戰 因為他一回到家就開始很燒 然後我看到他燒到40.5的時候 我就馬上拍下來 因為那是我這輩子沒有看過的溫度 所以其實我雖然做好了準備 但是我看到他燒到那麼高的時候 我也滿驚訝的 沒想到就是他超乎我的想像 那我那時候就馬上幫他用冰枕 大家都有看到照片 我有幫他用冰枕 然後我有給他吃 我有幫他曬屁股 因為我們一開始到家的時候 有吃醫院給的藥 那我是希望說 所有有小朋友的爸爸媽媽 能夠先把一些就是退燒藥 消炎止痛藥 跟冰枕 耳聞牆 然後一些冷凍食物可以準備好 那因為他們發燒的時候 他們的高燒 而且有一點我一定要跟各位 爸爸媽媽們強調的是 他這個確診的這個 如果是像我兒子這麼嚴重的 他的高燒是很快速的 他很快速就會燒到很高 不是像我們原本以前小朋友感冒 發燒是慢慢 可能你會一兩個小時才會燒到很高 他在半小時之內 可能更短他就會燒到很高 因為我剛顧完他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40.5度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為什麼那個嬰兒會在急診室門口 這樣燒到不治 因為他真的很快速的就燒到那麼高 然後你又沒有去幫他做任何的退燒的話 他真的是不敢想像 想要看更多完整的內容 請大家能夠到我們 Youtube大新聞大爆掛頻道去看好看滿了 另外來關心的是現在醫院在第一線 他們面臨非常大的壓力 有人說現在戶病比是一比無限大 台大醫院的企業工會表示 嚴重的時候需要有兩位醫護照顧100名病人 雖然指揮中心澄清沒有這樣的問題 不過有醫護反映說確診都還沒有解隔離 就被召回工作崗位 等於是變相遭到了強迫工作 對此指揮中心說 目前醫院還沒有出現這種狀況 只有幾個長照機構有把確診的護理師召回 疫情升溫龍頭台大醫院內科病房累計 11人染疫還包含醫護 台大醫院企業工會更表示 最嚴重時急診兩名護理師必須照顧100名病人 醫院以採取降載方式營運 不得不召回正在居家隔離的同仁投入前線 臨床的狀況是多麼的嚴峻 很多一些單位是人力不夠的狀況 需要這些居家隔離 有一些風險的人會來上班 對此台北市衛生局回應 已規定安置並強調沒有醫護人員 為此以篩代隔提早反攻 不過立委蔡壁如表示 收到來自台大醫院和平醫院醫護的求救信 急診室護病比是一比無限大 我們真的累了 我想持續下去會對醫療量 能帶來前所未見的壓力跟挑戰 連書社團中貼出你們知道 醫療人員確診後可能需要繼續上班嗎 依照指揮中心5月3日公文 若召回密切接觸的醫護後 還是人力不足 經醫療網區指揮官同意 當事人也同意三種條件成立 這可召回確診醫護返回工作 雖然得經本人同意 但醫護們就問自己真能拒絕嗎 疫情尚未到高峰 醫護持續反應快撐不下去 這樣恐怕要有所作為 避免真的出現醫療崩潰的那一天 記者綜合報導 好 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因此我們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真的是賣得太好了 所以在快點購網站上 原本這個物化器的好康組合 都已經全數賣完了 不過要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隨身攜帶的組合 其實會有少量到貨 如果您還要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在快點購按一個 這個貨到通知我 好 另外如果說你平常 清銷的需求量比較大的話 可以購買這個 5公升桶裝的水神抗菌液 其實就可以完全做好環境的清銷 還有這個500毫的隨身噴瓶 也是非常好用的 相關的商品在快點購 全部都能夠買得到 我很幸福 因為有信心 短暫的幸福 為什麼我愛的人 最好都會離開我呢 命運的捉弄 你老公吳太陽 有不為人知的兒子 不 可以 你憑什麼打的 你為什麼要替我報仇 因為我愛你 相愛的兩人 從我這裡搶走的東西 我要全部找回來 中天娛樂台 週一至中午晚間六點 太陽的季節 好 受到人口衰退等因素的影響 全台其實有很多縣市人口都下降了 當然在年底的選舉議員席次可能會減少 如果以屏東縣來說 人口如果失守了80萬人 現在議員席次很可能一口氣會少12席 因應了退休朝芳心為愛 所以現在台電積極在招募生力軍 新進的僱用人員真是在昨天登場了 在今年總共有近萬人要來搶857個名額 還要來看到的 這是在彰化有一名76歲的阿嬤 買菜回家途中騎機車擦撞另外一名69歲的阿伯 當時阿伯直接從腳踏車上重摔落地 阿嬤更是90度滑壘到了對象兩個 好 結果兩位老人家都摔得不輕 但是阿嬤時間第一時間起身 就對著阿伯開罵 這兩個人最後直接在路上吵了起來 阿嬤騎機車從側邊擦撞騎腳踏車的阿伯 蹦得一聲巨響阿伯重摔落地 阿嬤連人帶車90度鬼切滑到對象 機車衝進果園 這時阿嬤一個翻身 騎車的第一步先開罵 被撞還被罵阿伯也不甘示弱的回嘴 附近民眾聽到聲音衝出來查看 想幫忙叫救護車 卻被阿伯一口回絕 76歲的阿嬤騎車在彰化佑金路上 意外擦撞69歲的阿伯 兩老撞得摔得都不輕 附近民眾本來很擔心 但看到兩個老人家撞車摔倒後 還有力氣吵架立刻放心了不少 隨口說出來的 靠太近了吧 對 然後就撞到她 事後救護車抵達 將阿伯來送醫 兩個老人家中帥落地 幸好都沒有大礙 藥章話綜合報導 好 昨天是母親節 女性林依晨在去年10月份 生下了這個女兒小小林 一轉眼她的女兒 已經六個月大了 在昨天晚間 將近午夜前發文 趕在當媽之後的第一個母親節 結束前和大家分享喜悅 你可以看到特別曝光女兒的正臉照 至於她的老公也送上了一束花 祝她母親節快樂 林依晨也開心地說 謝謝我的目前 也謝謝大小寶貝 要祝福大家母親節快樂 還要帶您看到說到了母親節送禮 大家會送些什麼呢 這個禮物倒是讓大家覺得真的很母湯啊 當媽媽的母親節收到小孩送的禮 心情肯定很開心 但又媽媽很糾結 網友PO出這張照片和女兒畫卡片送奶奶 結果奶奶頭上有天使光環和翅膀 桌上百貢品 加上左右各一根柱子和燈籠 媽媽崩潰只要送給奶奶真是母湯 老人家看的可能不是那麼的開心 有點觸眉頭 他們的想法就是跟我們都不一樣 小朋友的創意天馬行空 讓大人有時候很難接招 來看看這一隻被媽媽當成小垃圾 這是我兒子送給我的母親節卡片 那是一隻綠色的手 綠色手掌底下黏著一根塑膠吸管 還有一片葉子 快五歲的小朋友 忙著解釋卡片靈感 我希望我媽媽很會煮菜 像主席講保護你的手 萬用券當成母親節禮物很實用 可以按摩可以洗碗還有填控券 讓媽媽隨時許願超高級 很可愛耶 然後還寫錯字 整本的英文繪本卡片也超有心 存了好久的小豬公 說要送給媽媽買房子 還有直接用百元紙鈔 疊起來的母親節蛋糕 媽媽生了臭嗨嗨 但不管什麼禮 肯定心意最重要 只有黃瀜蔡雙集高雄報導 健康是一 後面加多少零 都是你的 沒有健康 沒有這個一 後面加多少零 還是零 健康真的很重要 如何不生病 如何少生病 如何更快康復 如何維持健康生活 健康我加一 專門為大家搜集最簡單 最實用 最便宜 最有效的方法 請到YouTube 直接搜尋健康我加一 或中天電視首頁最底下頻道精選 第一個就是健康我加一 點進去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此小鈴鐺 美好的一天 每天都從健康我加一開始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聞大爆掛 好 接下來呼籲一下 再稍後我們0809的新聞 即將要商開了 在今天是由我跟秀秀主播 為大家來服務 希望各位在稍後八點鐘 如果能夠商開就商開 不行的話 直接轉到我們子頻道 中天新聞頻道 一塊來衝一波線上的觀看人數 還要來關心的是 延宕多時的公廣董監事 在今天要舉行的審查委員會 在候選人名單當中 爭議蠻多的 因為有卡管大將 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 就連國民黨自己推薦的名單 在內部也有爭議 黨內的部分人是質疑了 國民黨為什麼要提名過去 屢次發表言論 傷害國民黨的人 來擔任公事的董事 如此一來 還不如把這個名額 直接讓給民進黨算了 當然其實這場董監事的改選會議 已經延宕了兩年半 在下午馬上就要登場 文化部長李永德 日前把公廣集團內控失靈的問題 歸咎於國民黨卡住了改選 不過國民黨立院黨團 總召曾明宗說了 希望審查委員 依照專業審查資格 李永德你不要再亂扯一通 董監事的問題 是主管機關失能造成的 不過其實這一回 相關人選爭議蠻多的 我們來聽到的是 國民黨立委李德偉 他就質疑了 羅世宏擔任公廣審委 他同時又是媒體觀察基金會的董事長 也是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的董事 華氏的公平人 一個人就身兼好多項職務 形同是自己人審查自己人 應該要進行利益迴避 因此要求他請辭公廣審委 把健康的公事還給全民 公廣集團以及旗下的華氏 最近亂象頻傳出包不斷 大家都非常關心接下來 下一屆董事的組成以及人選 我想這個審查委員裡面的羅世宏先 他本身是媒觀基金會的董事長 又身兼事實查核中心的董事 還是華氏的公平人 這樣子一個人身兼數職會不會導致角色錯亂 畢竟前兩個單位有好幾位董事 都是這一次公事董事的人選 這樣子不知道利益迴避 會不會產生私相授受的弊端 而導致這一次公事董事會有亂象發生 我們希望民進黨政府不要私相授受 而不應該擔任相關審查委員的人 也應該知道利益迴避自我 來辭去相關的職務 讓公事還給全民 我們認為這樣緊密的關係 無法達到一個公正客觀的審查 最後淪為自己人審自己人 甚至是盡情繁殖的怪象或亂象 換言之我們認為這一些有利益衝突的當事人 應該之所進退 退出這個審查的名單內 這樣對於公廣集團才是一個健康 甚至是符合民眾期待的公共媒體 謝謝全球現場的時間 我們告訴大家的是 美國的第一夫人吉爾拜登 在5月8號這一天 無預警的進入烏克蘭 同時和烏克蘭的第一夫人進行會面 吉爾拜登是從斯洛伐克進入烏克蘭的邊境 並且在西部的烏日霍羅德市 和澤倫斯卡相見歡 她也成為繼密學歐巴馬之後 第二位獨自前往戰區的第一夫人 自從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之後 烏克蘭有一支專門秀地雷的神犬子彈 立下了大功 已經幫烏克蘭掃除了數百枚的地雷 還有爆裂物 因此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特別頒發了勳章給子彈 標榜他的戰機 同時澤倫斯基也向G7工業國喊話 希望他們竭盡所能 早日協助烏克蘭結束戰爭 俄羅斯日前轟炸一所 位於盧干斯克的避難學校 造成60人死亡 使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在G7視訊會議中 以這起事件舉例表示 這種做法就是模仿納粹 然後澤倫斯基強調 目前所有發展 只圍繞在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就是戰士到底要持續多久 烏克蘭人還要犧牲多少性命 西方必須要盡一切可能 幫助烏克蘭人結束這場戰爭 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特別到基福為烏克蘭加油打氣 他表示普丁明顯犯下戰爭罪 而澤倫斯基還利用這個場合 頒發勳章給烏克蘭戰功 標柄的掃雷拳子彈 子彈在這個場合毫不怯場 朝杜魯多叫了幾聲 在俄羅斯入侵之後 子彈已經幫忙少出數百個地雷 以及暴獵物 被認為是烏克蘭的護國神犬 子彈日前還召開記者會 但恐怕是太累了 撐了沒有兩下就開始打瞌睡 可愛的模樣讓網友笑翻 記者綜合報導 香港第六屆的特首選舉 唯一的候選人李家超 最後是以1416票的支持票 超過99%的得票率 當選了這個香港特首 他從辭職政務司長宣布參選 到現在剛好一個月的時間 已經快速從香港原本的第二號人物 在7月1號宣誓就職之後 就會變成第一號人物 而且他的月薪高達新台幣158萬元 是全球第二高的領導人 不過兩年多的時間 美國的新冠確診死亡 突破百萬大關 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個 累計新冠死亡超過百萬的國家 至於拜登政府警告 由於Omicron新型亞變種 有免疫逃脫的能力 因此很有可能 在今年的秋冬 美國的新冠確診人數 將會高達1億人 美國新冠死亡人數 突破了百萬大關 美國是在27個月前發現首例 染疫死亡者 沒有想到 只不過兩年多 累計確診死亡 居然超過百萬 位居全球第一 而拜登政府警告 自然染疫產生的免疫力下降 還有防疫寬鬆 因此用模型 算出這個驚人的數字 而新冠死亡人數 也會大幅增加 為了鼓勵青少年接種疫苗 加州參議會通過一項提案 允許12歲以上的青少年 接種新冠疫苗 不需經過父母同意 一旦通過立法 加州會領先全美 讓青少年族群自主決定 要不要打疫苗 而這個提案 讓許多父母感到驚恐 另外大陸一項研究報告指出 上海在這一波503例 新冠死亡病例中 只有25名患者 打了至少一劑的疫苗 疫苗接種率還不到5% 而紐西蘭60歲以上的人群中 只有2%沒有接種疫苗 新冠致死率也只有0.07% 顯示兩者的關聯性 因此對於沒有接種疫苗的人 尤其是老年人 染疫後轉為重症 甚至死亡的可能性仍然較高 記者綜合報導 好 日本的黃金周 都有10天的長假 不過在5月8號 已經來到最後一天了 但是整體說起來 疫情似乎有回溫的跡象 因為日本全國各地的確診人數 都呈現上升的趨勢 在沖繩更是首度超過2000例 創下當地單日新高紀錄 也讓人很擔心說 在收假之後 會不會出現下一波的疫情高峰呢 好 另外呢 這個部分真的是要家長 是蠻生氣的 因為防疫的停課新制 昨天已經正式上路 有部分的縣市宣布 停課滿三天的中小學 今天開始就能夠提早復課了 好 不過家長真的是蠻憂心的 新制度呢 會不會讓校園染疫的風險升高 因此很多人都已經自主幫孩子 請了防疫架 形同自主停課3加4 不過有國小的校長預測 新制同樣會導致停課輪回 因為家長會很擔心孩子染疫 而造成天天請假 好 不過呢 這個防疫的這個停課新制度 根據教育部的規定 國小還有幼兒園 如果有學生確診的話 該班是停課3天 學校則是會提供 一人一計的快篩試劑 但是如果在國高中的部分 有學生確診的話 確診學生座位九宮格之內的同學 才會放3天的防疫架 好 這個部分呢 其實引發外界很多的質疑聲浪 現在台中市的教育局已經宣布了 中央的做法很可能會導致 學校的運作困擾 而且會影響到部分學生學習的權益 因此台中市政府說 考量到實際的狀況之後 決定不會跟進 並且會採取加研的方式 全市的高中以校的學校還有幼兒園 如果有確診個案 而且確診前兩日內 曾經到學校上課的話 那麼全班都會暫停實體課程三天 採取線上教學 現在疫情持續的升溫 而且幼童感染的人數 也跟著變多了 這一回是有一名父親在網路發文 他說抱著發燒的孩子 衝到了急診室 沒有想到到了現場看到 竟然有將近20組 和他一樣的家庭 而且這些人一等就是五六個小時 讓這名父親氣得大罵陳時中 你睡得好罵 疫情不但擴大 您用孩童沒打疫苗更容易染疫 有網友在網路發文 六日凌晨 兒子發高收到39度 快篩陽性 緊急到亞東醫院急診 沒想到凌晨2點 現場至少有15到20組家長 抱著孩子在等待 而且一名幼童病況嚴重 院方建議住院 但要再等五到六個小時 才會有病床 他質問陳時中 這就是您所謂的醫療量能充足 您晚上睡得好嗎 文章一出引起網友很酸 關照當薪水照領 早就不抱任何期待 對此亞東醫院回應 對於緊急的民眾 不論大人小孩急診 一旦發現都會優先處理 另外兒童急診科醫師謝宗學 教民眾分析 孩童確診時的幾個特點 包括如果高燒家接觸確診者 家家用快篩陽性 就是百分之百的PCR陽性 高燒家家用快篩陽性 是接近百分之百的確診者 或是突然熱淨卵發作的孩子 就要高度懷疑是新冠肺炎 發燒又抽筋的小孩子 那我們要特別注意 小孩子還是 飲食上還是會有脫水的現象 那還是要考慮一下住院 謝宗學更建議 現在的雙北應該考慮 開始限制社交人流 一段時間讓疫情稍微降溫 減少醫療體系的負荷 不過中央抱著與病毒共存的方向 已定就是要持續鬆綁防疫措施 民眾也擔憂恐怕會成為與病毒共存 政策下的犧牲者 記者綜合報導 網路聊天室當中 持續看到了不少新朋友加入 我有看到張新帝 張新帝說推出匡列九宮格 他還以為是在打棒球 另外狼煙提到 他認為過高中生的師生 可能都危險了 路過的Liar Wang說 應該直接停課了吧 哪有這麼多快篩可以讓你玩九宮格 另外我有看到阿翰則是說 下台好嗎 還有看到網友特別提到 Molly他說 根本是亂七八糟的措施 認為現在中央 早就已經棄手防疫了 希望大家應該要自保 非常感謝各位持續的加入 也歡迎各位持續 多多在我們聊天室當中留言來報導 我們還要來看到 現在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主張抗病毒藥物 應該要從寬使用 並且把握用藥的時機 從快篩陽性到確診 費14 5天 會因此拖過用藥的時間 因此他現在建議的是 只要是快篩陽性 就應該趕快給藥 高雄縣醫事公會理事長王洪玉說 高風險的輕症病人 即早使用抗病毒藥物 就可以避免重症還有死亡 現在中重症患者急速的增加 應該要務計其用 把抗病毒藥物 用在輕症的患者上頭 另外一個問題大家都在問 是我們快篩試劑 實名制上路到現在 藥局每天都還是大排長龍 這回是有一名住在德國的台灣網紅 他指出當地的快篩 只要一塊多歐元 被酸應該都是大陸貨吧 台灣的家庭在德國再度秀出 德國官方測評機構 PEI的測評報告 確實是大陸製的快篩試劑 一劑只要1.5歐元 即使是病毒量高 也能夠測得出來 他說只要檢測機構 把關好品質 價格交給市場機制 這個是德國的官方測評機構 Power Elite Institute 最近發表的一篇對於各國的快篩試劑的測評報告 然後這裡有每個國家來的快篩 這是製造商 然後這個是它的名稱 就是它的準確度的表現 這CQ值小於等於25 表示它的病毒濃度很高 就是在病毒濃度很高的時候 這個是百分之百測得出來 這是百分之八十二點四測得出來 那如果CQ值大於等於30 表示病毒濃度沒有那麼高了 所以很多都已經測不出來了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前幾天 我所po的那個棒棒糖快篩 它是一個中國來的這個安徽的 就這個安徽 Deep Blue Medical Technology 這家公司出的棒棒糖快篩 那一支一支只有1.5歐元 就是台幣46塊便宜的 但是它在病毒數量比較高的時候 是百分之百可以測得到的 所以它的總體表現是52%的準確率 然後也可以測得出來Omicron 至於德國的市售快篩為什麼這麼便宜 我認為那是因為開放市場機制的關係 因為德國的快篩需求量很大 除了德國製的之外 也開放各國不同廠牌的快篩進口 很多大陸製的快篩 也是德國公司授權在大陸製造的 然後再由專業的檢測機構 把品質把關好 走向後疫情時代 勢必就是要有很多的快篩 快篩要便宜 就一定要是由市場機制來決定價錢 好 感謝一下網友楊振宇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當然現在在台灣快篩世紀一技難求 大陸已經表示說願意提供協助 好 結果遭到陸委會 藉機搞分話拒絕了 不過指揮官陳時中只有簡短說 中國相關的意見可以依據法規來辦理 當然現在很多民眾都在搶快篩世紀 不過有一個臉書粉專影戰 貼出了四張圖表示過去台灣人很喜歡排隊 如今不能夠忍受排隊買快篩嗎 此文一出遭到網友出征 科學先生他就PO了一篇這樣的一個文 這篇文是陽明哥去引用 然後他併在下面去做點評的 所以你看原本的圖 他就說你可以花60小時排一欄拉麵 你可以花一個下午去排 電信之前499之亂 你可以去忍受烈日燕陽排蛋黃酥 那怎麼樣 你不能忍受排隊買個快篩嗎 科學先生 昨天他發了這篇圖文 被一堆的民眾去灌爆他的粉專 你看他留言什麼 對 我就1450綠共塔綠斑 側翼 怎麼樣 你怎麼樣 很囂張 還來 那我們就來起抵他 前身叫什麼 他在變成Mr.科學先生之前 叫做金孫公德月 他是在2019年4月成立這個粉專 那時候是幹嘛 打賴清德用的 是 是蔡英文的網軍 因為公德院 大家就知道了 沒錯 蔡英文的網軍 然後在同一年7月 因為蔡英文已經初選勝利 任務完成 改名變成Mr.科學先生 柯文哲的柯 要來打柯文哲了 那時候因為他們認為柯文哲 會參選2020的總統 你看 這就是英系的粉專 我問了 在功德這個什麼 金孫功德院的時期 是隸屬於一位 英系立委的部下 後來這個部下離開了 換另外一個人接手 就變成了 現在叫Mr.科學先生 原來這樣 這就是一個英系立委名下的 匿名粉專 就是他們的側翼 三年前 他是怎麼罵賴清德的 賴清德跟中國同路人 中共同路人 你看這個什麼 金孫功德院 他們是用這樣的方式 羞辱賴清德 賴副總統 你要不要查一下 你要不要勸一下 蔡總統不要再用他的網軍了 這樣的側翼 這種水平 比翁達瑞還不如 翁達瑞至少還有個名字 這種這什麼咖 用個假名在那邊做這種爛圖 這是爛圖